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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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目前去凱涛人數並不 大概是幾十人 不會太多 我們是讓開放自願暴露的會員 參與這個活動 因為我們其他 因為我們班了非常多天 會員其實非常的疲累 那顧棚的會員跟休息的會員 基本上我們讓他們還是維持他們的狀況 只有讓小部分的會員參與這個活動 那當然有些會有自發性的 李宗盛跟森林的公會我們歡迎他們參與 我們不能想 稍微讓我們知道可能會怎麼走走哪裡 然後大概 目前這個路線的規劃 大概是總共會有八個小時 基本上會走春天路 金萬壽域 然後應該會繞進板橋 新北市然後進到台北市 再進到這個總裏 那因為詳細的路線規劃我們還在跟 因為這是跨縣市的路線 我們還在跟桃園市 新北市跟台北市的 地方的警察局做路線的確認 那確認之後 今天下午會發佈我們去的路線 因為中間可能有些地方需要修改 那大致上就是從桃園 進新北到台北 我們到了台北之後 基本上會向那個 蔡英文總統做陳情 希望那個 政府可以看到說 今天這場超榮空軍的抗爭 他其實也是台灣工人 面對二子資本家的縮影 那也是面對我們希望他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場霸空軍是為了改革 超榮空軍的公司 一起讓台灣積極導體公司的關係 有更正面的發展 那希望他可以看到這一點 來協助長榮空軍的不要被錯誤算帳 選擇 方現在過編 來協助長榮空軍 兩個人 公司 我現在多把